底下我们就介绍 Maxwell Equation 我们电学也讲完了 磁学也介绍完了 我们就看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电学跟磁学 它所有的原理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 这四个 只有这四个式子 四个积分式 四个微分式 用积分式表示 这是高斯定律 它的微分式子就是 Diverging E等于Rho over Epsilon Zero 第二个 这是高斯定律 第二个磁场的高斯定律 积分式 微分式 第三个就是法拉第定律 积分式 微分式 是这个 这个是安培定律 积分式 微分式是这个 安培定律 好 这个四个定律 四个积分式 或者是四个微分式 到目前呢 我们用它 来诠释所有的电磁现象 非常成功 对不对 我们讲 前面讲的 都是用这些来诠释 非常成功 那只有一个人 Maxwell 就发现 就发现 安培定律 跟法拉第定律 跟安培定律之间 有着不对称的缺陷 我们这个 一般呢 不会有那么细心 就是说我们程度 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这个大科学家 他发现 这里头有不对称 什么不对称啊 哪里不对称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们将 法拉第定律 等号两边去散度 Divergent Curley 要等于 负的 Partial Partial T 的Divergent B 因为这都Divergent 对不对 Divergent B 是零啊 而 Curley的Divergent 也一定是零啊 所以 这个式子就是零 横等于零 所以这个式子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把这个安培定律 两边去散度来看 这边是 Divergent Curley 然后是Mul Divergent J 这个是零 但是Divergent J 不一定等于零 所以它 没有这个关系 没有这个 横等的关系 因为 Divergent J 不等于零 Divergent J 指什么时候等于零呢 我们以前讲过 稳态的时候 才等于零 稳态 就是有多少 一个封闭的 一个体积里面 封闭的区域里面 有多少 电荷流进去 就有多少电荷流出来 就是稳态了 这个时候 它才等于零 要不然的话 它不是零 所以 这里就 这个是不管你是 稳不稳态 这一定是零 所以就 从这个结果 就是说 这个式子 法拉第定律 跟安倍定律 之间 好像不对称 这个可以零等于零 这个不能够 零横等于零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 对电子现象的观察 不够周全而疏漏呢 疏漏掉 还是说 还是说 天生就是有这个缺陷 那么 Maxwell 他就 他就 去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思考 他思考出来以后 他就把这个缺陷 把它 修改了 将 高斯定律 带入 连续 方程 那我们就可以得 Divergent J 等于Rho Rho就是等于Y0 Divergent E 那这个呢 就表示 电厂 它是空间的函数 又是时间的函数 你先对空间为分 或者先对时间为分 都没有关系 因为空间为时间 两码子是 两个不相干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诗子写成这个样子 先对时间为分 再来做Divergence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右边这个 想移到左边来 移到左边来 这么一圈呢 你去把那个 关掉 冷气关掉一下 把这个 拿到左边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等于0 一个向量的Divergent 等于0 向量的 现在就说 这个是 本来我们是 法拉第地 安倍地理 里面只有Divergent J 的语音 那现在这个 Mexler就发现了 不是只有它 还有这一项 它就把这一项 当作是 另外一种 Current Density 他说 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跟这个Current Density不一样 这个Current Density就是电荷在移动而产生的 而这个没有电荷移动啊 它是电荷随时间改变 我们没有料到说 没有从来就没有想到 说电荷随时间改变 也会像是一个Current Density 也有Current Density的特性 但你这个要证明呢 证明它也 现在就是说 它也是一种Current Density 可是我们要证明 证明 证明就是说 它也可以当作Current Density 那我们就说 你Current Density有什么特性吗 它要具有同样的特性才可以吗 我们知道 有Current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磁场 对不对 有磁场 你可以用安培定律啊 用Build Sub-A-Law来就磁场 那有这个呢 单单只有电荷随时间改变 会不会在周围的空间产生磁场呢 后来我们证明确实可以 那就是说 这个东西啊 这一项 也相当于一个Current Density 所以就是将Current Density 用你到第二项 看成是时间变化的电厂 所产生的电流密度 我们就用什么 因为Epsilon乘上E可以用Displacement来代表嘛 所以我们就假定这个Current Density 叫做Displacement Density 因为这个可以用D来表示 所以这个就像是一个Current Density 叫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所以这就是Maxwell发现 他这个缺陷啊 是我们疏忽 我们疏忽 是我们没有料想到 电厂随时间改变 也可以有电流的特性 他发现以后做实验 就发现他真的可以产生磁场 于是就说 这个是一个Current 就是说一个电位移电的密度 所以安培定律 就不可以只有单单这一项 你要把这个也考虑进来 这一项也考虑进来 因此呢 Maxwell就把安培定律里面的这个J 修改成是J 加上JD J加JD 变成这个 然后μ0J我们摆在这里 JD呢 用刚刚这个代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面积分 做一个面积分 这个做一个面积分 我们用Stock's Theorem 它就等于这个 对不对 它就是B.DL B.DL B.DL 这就是我们 讲的这个 安培定律 那么 μ0I 这边I我们就变成I加ID 然后μ0I就是以前讲的这个电流 但电流是包括free current 还有surface current 包括这个 那这个呢 多一项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修改以后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微分式就是这个 积分式就是这个 这项等于这个 积分式 这个就是它修改 要修改成这个样子 那 它前面讲的那个 对称性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修改过的 Maxual Equation 我们重写一下 微分式高斯定律 时长高斯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安培定律 现在多类像这个 多类像这个 这是微分式 积分式 积分式 这是职场的高斯定律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这个是安培定律 不过我们现在不把它叫做 单单叫安培定律 我们把它称为是安培 即 Maxual 定律 因为 这一项是Maxual 发现的 所以 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 来定这个定律 那 目前我们就是 这一组就是 最完美的一组 把这四个equations 再加上这个 就是说 你电荷在电厂里面 或者在磁场里面 运动都会受力 这个 这个现象也加进来 这组 equations 从Maxual 以后到现在 就没有改过 就没有改过 你加一点也不行 你少一点也不行 所以这个Maxual equations 我们的爱因斯坦就说 这是 世界上最完美的 一组方程式 我们从 这个式子 也可以 得到 这个是什么式子 equation of continuity 连续方程 就是 你把它改成这样 我们还是有这个 那么 你看这就是 现在的 安培定律 你去Divergent Divergent Divergent 因为这个 Divergent一定是零 那就变成这个 这个等于负的 这个值 那就是 μ0 μ0 约掉 那就是 ε0 乘上 E就变成 Rho 就有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 equation of continuity 还是存在 所以说 Maxual Equations 是最完美的 爱因斯坦称赞 它是最完美的一组 Maxual Equations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式子 好 这一组式子 积分式 微分式也一样 这是积分式 前面还有一组 微分式 这一组 Equations 加上 Lawrence Falls 爱因斯坦说 是最完美的 就是说 我们 学电磁学 比如说 我们主副学的 跟我们学的 都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那就是说 你这个定律 你加一点也不行 你少一点也不行 这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那我们所学过的东西呢 通通包括在这个 方程组里面 方程组里面 那我希望各位同学 看到这个式子 你能有感觉 就知道它的物理意义 是什么了 知道物理意义 是什么 不要去背 不要把它当英文单字 背出来 有的同学 平常学了以后不去用 考试的时候 他才把所有的公司 都写在一张单子上 来背 那个背的都没有用 我告诉你 我出一个 高时定律的题目 你不要背 我就把这个式子给你 你会用吗 你会用吗 你会用一定要知道 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以前我 有一个学生 他跟我说 老师 我现在才会背 这个 max equation的八个式子 我说 你怎么背 那你在我白板上写看看 你先写高时定律好了 他就写了 他说高时定律是什么 就是一个像S一样的符号 加一个圈圈 这里有一个英文字母1 上面加个箭头 这是英文的一个句点 再加一个英文字母D跟A 再加一个箭头 等于Q 然后分母是一个希腊字母 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 这个式子你把它当作 当作一个画来画 那有什么意思 你一定不会了 你八个式子你怎么背 我说你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就知道 像是电厂 这是面积基数 E.DA就是 从这个面积基数里面穿过的电通量 基数 这个积分就是 从一个封闭面里头 装出来的总电通量 要等于这个面积 封闭面里头包含的电荷的净值 分母是一个常数 Epsilon Zero 你要有这个物理意义 E要有它的物理意义 DA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E层DA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样子学你才有用 你才有用 才用得出来 那这个就在靠你 学一点就用一点 学一点就用一点 否则 你学不会 我希望我们同学 现在整个都学完了 对不对 这几个师子的物理意义 你真的要懂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赶快回去 看我的讲义 再听一遍 要做习题 OK 好 现在 我们 现在再来看 如果将Maxual Equation 写成以下的形式 这就是最原始的 这个是Maxual 这个是Ampere Maxual Equation 我们可以看出来 所有的电厂的磁场 都是跟什么有关系 电厂跟电荷的密度 还有跟电流的 电流密度 就是跟这个 Row有关系 电荷密度 跟电流密度有关系 电厂跟磁场 都跟这个有关系 Lawrence Foster 就是表示说 电厂跟磁场 会对 有电厂的地方 跟有磁场的地方 会对这个 电荷 尤其是运动中的电荷 产生影响 好 我们现在 Maxual Equation 电厂组中电厂跟磁场相当对称的 尤其是Row跟J 都是零的空间 我们来看 Row是零 所以Diverge E就是等于零 Diverge B是零 这里 J等于零 所以 μ0J就没有了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好 在这一组方程式里面 就是在这个空间 所以说自由空间 Free Space 没有自由 没有这个 电荷密度 也没有 Current Density 那么 这两 这 上面一组跟下面一组 你只要怎么样呢 把前面一组 E换成B 还有B E换成B B就换成 负μ0Y0E 那么 前面一组就是后面一组 后面一组也是 反过来也可以变成前面一组 这就是 它对称的地方 但是在一般的戒指里面 这个不等于零 你有戒指的地方 这个不见得是零 戒也不见得是零 那这种关系 就是这种互换的关系 就不存在了 因为 你要互换 这个有Raw 对不对 你把E变成B 这个没有Raw 除非它怎么样 除非它有一个RawM 它没有啊 它是零 那这个呢 本来它有一个J 你把E变成B 它这就J不见了 除非 除非啊 这个地方 有一个JM存在 如果能够像这样子就好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能够像这样子 Divergent E是这个 Divergent B是这个 本来没有这个 Curl E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法拉底定律 这个是安培定律 安培Maxwell定律 你看 它没有J 它现在如果它多了一个这个 就可以E跟B互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好了 那么RawM 就是磁赫 我们称它叫做 这叫做Charge Electric Charge 那这个就叫Magnetic Charge 叫磁赫 磁赫 OK 磁赫密度 这是电荷密度 这个叫做磁赫流 这个叫做电荷流 电荷流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第三式 取闪度 这个闪度一定等于零 于是我们就得 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Divergent B 我们要带进去 Divergent B是这个 于是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子 本来没有这个式子 本来是Divergent J E 那是电厂 电荷 电流密度 等于负的 Parsual R over Partial T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才有这个 不是说现在就有 假如有这个 这个四个式子 变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Equation of Continuity 如果将第四式 取闪度 要是一样 它这个变成这样子 于是呢 我们有这个东西 这个原来就有嘛 如果电厂跟磁场 能够像上列所说的 对称 那么对称的话 那么磁荷跟电荷 电荷因为它是守恒嘛 磁荷呢 那也就守恒了 所以根据以上的理论 Maxual Equation 如果一旦有了磁荷 跟磁荷流 那么这两组 Equation 就是达到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对称的这个境界 那是功德圆满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了 但是啊 很可惜啊 我们在世上 就是找不到磁荷 也没有磁荷 也就没有磁荷流了 所以 电厂跟磁场 不可能完全对称 不可能完全对称 那就是Diverging E 它是Row over Epsilon Zero Diverging B它就是零 它没有什么磁荷 这没有办法 这个世上啊 世上 就是有这么一个缺憾 你就是找不到这个磁荷 没有这么个对称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你用 你求电厂的现象 我们可以 可以很 精确的 求得它的质 但是磁荷就不行 好像我们那个 螺线管里面的磁荷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精确的数字 我们现在就 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Mexual Equations 是针对的在 就是没有物质存在的地方 就是 比如说Free Space 这些地方 那么如果说 或者说Space里面 它有电荷密度 有电流密度 的时候Mexual Equations 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说 如果在物质当中 就是比如说在界电值里面 那Mexual Equations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说 在界电值里面 跟在没有界电值的地方 分别就是说 界电值里面可能会有 极化电荷密度 有极化电荷密度 也有这个极化 这是极化 极化电流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跟极化电流密度 好 那么我们知道 极化电流密度 它跟Polarization之间 有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是 磁化电流密度 磁化电流密度 这个是跟这个 Magnetization有关系 这是磁化的 磁化电流密度 那么如果界值中的 极化强度 一旦有变化 如果你这个 极化强度 有变化的话呢 那它会产生 一个极化的电流密度 会产生 极化的电流密度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 一个圆柱的 一个物体 圆柱体的一个物质 那它的这个 接面积啊 是跟这个Polarization 垂直的 因为这是极化了 所以它的两端呢 会有极化电荷密度 那极化电荷密度 是等于这个了 左端是P dot N N是朝Y了 所以跟它的方向 相反是负的 这个N是朝这边 跟Polarization的方向 相同 所以是正的 如果说极化强度 如果你不变的话 极化强度 是这个常数 那这两个值也都是不变 如果极化强度 增大一点 就是说你变化外面的电荷 让它的极化强度 增大一点 那两端的表面 极化电荷密度 也就 它增大 它也就增大了 增大了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变 它的增加率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的增加率 电荷密度乘上DA 这个就是等于 这就等于电荷了 等于这个 极化电荷了 极化电荷的时间变化率 就等于 极化电流了 极化电流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B 用这个带 所以 这个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流密度 是等于这个 那电流 你把这个 把这个 DA 除过来 这是原来这个式子 把DA 除过来 它就变成什么 Polarization 的Current Density 极化电流密度 极化电流密度 跟什么有关呢 跟极化强度的时间变化率有关 也就是说 你极化强度 有改变的话 它会产生 极化电流密度 OK 极化电流密度 跟磁化电流密度 全让不同 那后者 JB是物质被磁化的时候 磁化的时候 这个电子的自转 或者它绕轨旋转的运动 受影响的时候 而产生的 那前者呢 就是极化过程中 你看这极化过程中 它是什么 极化电荷的线性运动所产生 极化电荷 它运动所产生 它是真的一个极化电荷 极化的电荷在运动 虽然它不能够像 自由电荷一样 从这边流到那边 但是它可以在 原来的地方 翻个跟斗 或者是 征服器被拉开了 这样子 做一个运动所产生 那磁化电荷的密度呢 完全是因为 它这个 本来它就是一个磁局嘛 外加磁场加进去的话 会使得它产生一个 就产生一个 会产生影响 好 Divergent JP 我们看这个 Divergent JP 就Divergent 这一项 因为这个 对空间的微分 跟对时间的微分 先后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它 写成这个样子 那Divergent JP 就是等于Roe B 所以 Divergent JP 等于负的 Divergent Roe B 这个也是什么 一个连续方程 对不对 所以JP跟Roe B 满足连续方程 物质里头我们来看 它的电荷 除了自由电荷之外 它还有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 它有两部分 一个是极化电荷 那么极化电荷呢 是跟极化强度 有这个关系 而电荷密度呢 电荷密度就分成三部分 是自由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是磁化电荷密度 这个是极化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磁化电荷密度 这个是自由电荷密度 磁化电荷密度是Curl M 这个是刚刚导出来 等于这个 于是高式定律 我们要写的话 高式定律跟这个有关 跟Row有关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Row写成这个样子 于是呢 我们把Y0乘过来 然后Divergent搬过来 Divergent 这下就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电位移嘛 所以 这个就是物质里头的高式定律 有物质出现的话 我们通常用这个 这个是自由电荷密度 只跟自由电荷密度有关 就是说你 你如果有 Di-Electric Material 存在的时候 通常Divergent E就不好用 因为它 含有这两个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 电荷E产生多少它 你要求E嘛 它由E产生了嘛 你要E求出来 才能够求它嘛 它没求出来 你怎么能求E呢 所以 物质 有物质出现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 高式定律 Ampere 就是Maxwell Equation 就是Ampere Slaw 跟这个 跟Maxwell的推广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这一项 包含三项 包含三项 这是有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移项以后 把这一项移过来 把这一项 这一项移项以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HR 这个呢 Electric Displacement 所以呢 Ampere 和Maxwell Equation 在有物质存在的空间 我们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Coreach 等于JF 加上Partial D over Partial T OK 也就是说 你这个如果是写成B厂的话 你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 有很多你只知道这个东西 其他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只知道这个的话 我们就求 去用这个式子 以前我们就说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有这个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用 有这个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式子 好 用自由电汉密度 Rho F 跟JF 自由电汉密度 表示的Maxwell Equation 是这几种 自由电汉密度 只用自由电汉密度 自由电流密度 就是这四个 四个 四个里头 E跟D的关系 跟H跟B的关系 E跟D的关系 B跟H的关系 就是这个 这个 我们以前都用过 对不对 用过 这个关系要记住 Parsure D over partial D 等于这个 就是 位移电流密度 我们刚刚才 讲过的 好 然后就是 提到这个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我们以前都 逐项都讨论过了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 重新列出来看看 我们在第六章讲过 由高斯定律 得到 电位移的 normal分量 不见得相连续 除非这个等于零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不连续 由这个知识 我们就得到 电厂的切线分量 一定相连续 这都要切记 因为将来在电磁波里面 我马上就讲到电磁波了 这个都 一天都要用到的 好 第八章 我们提到什么呢 从 磁场的高斯定律 得到 磁场的垂直分量 相连续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电流密度的地方 一个current sheet 上下 那么 磁场 上下的磁场 有这个关系 因为这是current sheet current sheet 比如说像Z方向 这是X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有current sheet的话 current sheet的话 那么 就是 除非current sheet 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 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 有current sheet的地方 current sheet本来就是 切线方向 它cross N就变成 切线方向 变成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那就是 不见得相连续 这是法线方向 因为这个没有法线方向 所以 法线方向的这个 就是这个 等于零 那就是 法线方向 相连续 切线方向 不一定相连续 切线方向 要看你有没有电流 密度而言 第九章 我们就讲到 H场 H场的 安培电流 得到这个 那也是 切线方向 H场的 切线方向 跟电流密度 有关系 这个式子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写成这个 这是整个H的向量 不是tangential component 可以写成这个 这是九章 这三十一式 还有电场跟b场 表示线性物质的界面 用来表示 线性物质的界面 它的连续条件 物质如果是 线性物质的话 那我们有 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 线性物质 这就是d dn d1n d2n 不见得相连续 那么这个 电场的切线分量 一定相连续 那就是这个 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只是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告诉各位 以后要 常常注意这个 连续条件 线性物质 没有自由电荷 跟没有自由电流的时候 它的连续条件 这个等于零 这个也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是这样子 没有 那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都 这个相连续了 电位仪的 发现方向相连续 市场的发现方向相连续 电场的切线方向相连续 那么这个是 H厂的切线方向 相连续 等等 好 以上就是 我们 讲的电磁学